选策会引爆党内外反弹党中央立刻喊咖快速直写 主席朱立伦正式宣布成立中央提名委员会 负责2024立委提名 我们中央提名委员会由主席来召集 未来我们一起参与提名 共同来全力付钱 国民党要靠团队一起来努力 一开口就是强调团结取代选策会的中央提名委员会成员 包括主席三位副主席秘书长以及执政县市长 当然也包括侯友宜 卢秀燕等人 党中央快速直写之前强烈反弹的轻壮世代 大赞党中央 对朱主席这次明快的作风 以及呢找了侯友宜市长 侯市长也很这个阿萨里的答应了 我觉得对国民党来说是一个团结的开始 也宣示了2024年的号角正式响起 选择会风暴话杀据点 不过立委初选规定70%民调30%党员投票 也让外界质疑是保障现任议员 我看党内的办法上面是这样写的 他那个投票时间他只是预估说是这个时间 如果有的话那也有可能没有 我们当然会认为全民调是一个 所谓初选最科学最有根据的这样的一个产生方式 打算挑战现任立委的轻壮世代 都希望初选排除党员投票 不过现任立委则需认为依照现行规定最公平 国民党内的世代战争才正要开始 环宇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